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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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支国家队 尤其是体操这样的金牌队 奥运会是他们的中心 训练馆的墙上还挂着北京奥运会比赛时的照片 提醒的队员这里曾经创造过的威望 但是北京已经过去 轮冰又要到来 在北京奥运会那批冠军队员中 有的人已经退役 开始了新的生命 有的人继续留队 努力创造新的成绩 而新的队员也将走上赛场 去实现自己的超超梦奖 国家队就是这样 不断的更新换代 就是这个铁铁铁了吗 看这用的就近了 让大家直接打的针 打下来都行不行 他先起回来 那时候就跑这么走 大家不住了啊 你击的话是不住了 看这边啊 在北京奥运会后,国家队的三位老将,林小鹏,杨威,黄旭退役,四年与此的奥运周期就重新开始, 公鱼总教练黄宇斌来说,又要面对一个军队长。 国家队每个队员都希望在自己的运动生涯中,能够把握每次大赛的机会,尤其是在奥运会上。 但对于已经退役的李小鹏来说,这是第一次坚松的奥运年。 李小鹏参加过三季奥运会,取得过16个世界冠军,是中国女超过的世界冠军技术。 退役之后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娶了一个漂亮的太太,2012年年初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今天他来到体育馆,不是来训练,是想让师傅黄宇斌见见自己的宝贝女儿。 这段音乐视频是李小鹏和妻子安琪复军自导的。 2010年,李小鹏退役之后来到美国,和相恋七年的女友安琪结婚, 随后留在美国上学深造。 这位体操明星退役后收获了自己的家庭, 从一名运动员成为了父亲, 过上了每一个妄死成龙的父母希望孩子过上的那种生活。 如果说训练是运动员的家常便饭, 那么退役后的家常便饭就换了内容。 在家逗孩子是李小鹏很喜欢做的事情。 并有时工作忙,家里的事情很多都是妻子安琪在照看着。 李小鹏在北京的新家还没有收拾好, 一家人暂时租住在公寓里。 只要有时间,他都会陪着家人。 黄宇斌是李小鹏的师傅, 而李小鹏的太太安琪的父亲是黄宇斌当年的队友, 世界冠军李小鹏。 孩子出生后,黄宇斌还没有见过。 无论从哪边论,黄宇斌总教练的辈分都可以叫师爷。 爸爸以前这个是强项啊, 让师爷教你的话就能教你。 来,进锤,进锤之锤。 好。 你从小就培养天赋。 小鹏的闺女什么时候来体操了? 你说? 四个月。 四个月还是什么的。 到八队开始训练去了。 年轻的啊,最年轻的,最年轻的现在提到最年轻的。 对,是吧? 建议的最动用。 安琪的父亲,孩子的老爷李小鹏的照片也在冠军榜上。 曾经都是中国优秀的体操应用员。 以后什么时候你也得不上照片了。 已经离开了国家队。 现在的李小鹏开始尝试不一样的生活。 小鹏的梦荡, 美肚的梦荣, 最老最老的梦荣, 平坦的梦荣, 我说像谁呀, 不愿意小鹏。 退役后的李小鹏在李明星开办的一家姐公司任职。 这家公司专门从事体操队和运动员的包装与宣传。 这种朝九晚五的生活, 亦在国家队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多年的国家队经历, 让李小鹏有着自己的想法。 那其实公司也一样, 需要每一个人能够在自己的这个点发挥自己的作用, 这样把这个力量团结起来, 需要一个很强大的队, 这样公司才能走最好的运作。 和商业小鹏需要学习。 但是最急的我来讲, 他已经非常优秀了。 再次阻挡国家队, 李小鹏算是故意重游。 很多队友都来与李小鹏招呼, 没有了当年备战时的那样的一样, 李小鹏在这里留下了很多的回忆。 哈哈哈哈, 这个哈欠就说了, 我这样一到我啊, 就带着那个眼睛, 喷血开始了。 想到那我们去, 四年前了。 啊知道, 四年前了。 别动别动, 人家都没动了, 两分钟就快动了。 北交游会议就成为了历史, 现在的李小鹏虽然轻松很多, 但是被一站伦敦奥运会的队员却没有李小鹏的那种手机 很难熬的,因为每天都要想着一天一天接近奥运会了 这种压力就感觉越来越大 但是又觉得过程特别快 因为感觉好像时间不够用 每一天都是在重复着很大量的运动量,然后要恢复 然后就感觉能不能再多一点时间把我的这个状态调整到最好的状态 就很矛盾的那种感觉 所以以后的李小鹏逐渐逐渐进入工作 这一天的活动李宁叫李小鹏一起参加 这两年他的变化让李宁感到很高兴 所以现在我也已经能看到他在一些提议的项目的组织推广方面 都已经开始限量出他的财务了 人对奥运会上,几局国家队的比赛服装将在今天的活动中发布 到场的都是重量级的嘉宾 随着奥运会的临近,李小鹏的工作越来越忙 这一天要忙着组织发布会的活动 在奥运会期间,他将作为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体操比赛的解说嘉宾 去伦敦进行现场解说 对于李小鹏而言,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奥运年 从练体操开始,李小鹏第一次在奥运年里 没有穿着体操服在体操馆训练 相对于李小鹏老郑肖亲就没有这么新婚 二十八岁的肖亲已经参加过两季奥运会 被焦运会后,他进入大型美国 原本还选择退役 但在2012年,李小鹏再次参加临近奥运会 肖亲回到了最终恢复训练 并且选择练及全能 就每天练的比较多 因为之前有一段时间没有练 可能对自身能力上要求特别高 而且如果想上一两年的话 自己同样练全能 要多练练成更多的项目 肖亲是钻石一带的成员 北京奥运会团体安马两枚金牌的获得者 尤其是安马,这是个容易失误的项目 但从2006年开始 这个项目的金牌几乎就是他的囊中之物 很多人把它称作小马神 至今,他也仍然保持着高的安马身体 但要想参加轮动奥运会 一个项目的优势是不能满足全队的需要 他必须变成全能力 任其能转悟就是轮动奥运会 因为我们不是群奥运 这不可能去杀 不可能你得冰的点也不可以 即使在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肖亲最多也只去没有过五个项目 如今却要分下到六项目 这会以老队员来说 难度自然不想 在训练中 即使是肖亲最拿手的安马 因为体能不够 也会出现失误 2012年5月 在上海举办全国体操绩胶赛 与奥运会选拔赛 这是场重要的比赛 文部奥运会的参赛名单 将以这场比赛作为重要的依据 肖亲将参加全能的比赛 在六个项目中 难度最大的就是六环 他很久没有赛下这一项目的比赛了 在十年之后 我又练了一次全能 其实挺不容易的 当我上掉环的时候 所有人都愣了 他要干什么 他要比掉环吗 所以所有人想不明白 他年轻是四个项目 或是六个项目 特别是掉环节目 这几年没练 其实很厉害一次力 有时候我练得很晚 他们都不会很理解 我又觉得你怎么练得这么晚 觉得很科普 又有老一年了 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练了 每天练得很好的时候 你就觉得挺有成就感的 所以可能这体操是很热 肖青顺利地完成了掉牌 但也被后边的比赛留下了隐患 其实在比赛前的热身活动时 这些隐患就有了一些 因为全能比赛中 除了要求运动人 对六个项目的逐渐掌握 以能要求非常 黄玉银在赛前最担心的就是肖青的阿姨 肖青最后一个项目是安马 这是他的强项 在之前的国立比赛中 还获得了安马金牌 在这个项目上 肖青有能力顺利完成整套的一步 但是在比完前五个项目之后 28岁的肖青体力已经不够了 他在自己最强的项目中的失败 黄玉银在场边看到了这个过程 还认为肖青没有按照去肖青的管理 因为体力不足 在训练中肖青的安马就出现过失误 但对于一个28岁的老务员 能够重新检起全能的区别 这样的东西已经很多了 虽然这次的比赛十五不能正硬奥运附的计划 是很破灭的 在调区里觉得 或许第三次排下奥运附的目标 一定比较 一定是最强的 国家队都住在距离场馆最近的酒店 这样的安排是为了能够让国家队队员获得更多的休息 国家队的主力陈一斌和冯哲在一个房间 两个人进去的放空 今天今天在这两个地方 能不能说一吃到我一散就好多了 一吃到我这一散就好多了 你现在是在治疗吗 这是 在治疗 治疗什么呢 陈金秘 陈一斌 你现在是治疗法多了 一斤就认识好多了 但是困到我这种 但是没治疗之前什么症状啊 嗯 缩疑 思眠 没胃口 治疗练脱了耳朵 也许治疗完完 就是好多了 我听了就像是体操练多了 就您这句话说对了 就体操练多了 我半年来也没有休息过了 身心疾病 你队友的消息 焦青在防线里 更关心赛后的消息 这次的全楼以外出个虚 让他找起了全能王杨威 没有没有最接触的杨威 你现在都知道杨威真的太坏了 太坏了 他 有没有给他人说 找BTV 为什么叫BTV 那个B1就是B1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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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 B2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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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他们这一批队员中第一个结婚生子的 随后不久杨威选择了退役 回到了老家湖北开始的新的生活 湖北的早饭种类很多 最有名的是热干面 退役后的杨威回到湖北担任起高中心的副主任 每天早晨上班之前 杨威都会吃上一碗热干面 混杂在排队的人群当中 没有人认出这个体操冠军 如今的湖北体操水平已经有了下降 不同杨威退役 连冬奥运会体操阵容里 也已经没有了湖北体操能源 虽然杨威很着急 他希望能够帮助湖北体操走出低谷 能够向国家队输送更多的湖北级运动员 培养出更多的奥运冠军 这也是他退役后回到湖北的原因 在湖北体操馆的墙上 挂着为湖北体操做出更多的运动人照片 希望能给队员们带来劲烈的动力 虽然离开了国家队 杨威把他在国家队的经验带回了湖北 团体很重要 所以从你们这个年龄开始就要开始团体作战 形成这么一个团体的氛围 形成一个团队的一个系统 我说了今天咱们不要成绩 就要一个团队 要一个团体 看了你准备活动的时候 躺在那 那叫什么情况 影响团队 我们当时在国家队坐这一排准备活动 谁敢往那里躺着 谁立马被踢出去啊 中国表队上来讲究这个团体 湖北小队我希望也是一样的 缺了谁 这个队友照样转 总教练黄宇斌曾希望杨威再坚持四年 但杨威最终选择了退役 对于没有坚持参加伦敦奥运会 杨威从来没有后悔过 如今回想起来 更多的是对恩书黄宇斌的欠语 但现在回到后来讲 我觉得确实对于当时 给黄宇斌出了很大一个难题 确实 让他没有很好的去把后面的过去人才 给接上来 特别是全能的 所以他也希望我们这一期 能够再比赢些 让他有更充足的时间 但确实可能对于我来讲 我考虑的家庭方面可能更多一些 如今杨洋洋已经快三岁了 这一天 夫妻俩正准备给儿子理化 这一直以来都是个难题 在这时 再高的运动竞技水平都是没有用的 和所有家庭一样 孩子成了家庭每天的中心 在儿子面前 冠军 灵人的光环被不复存在 也正是因为对家庭的责任 杨薇放弃了坚持到伦多爱意识的选择 对于他来讲 对于我们这个家庭来讲 我说要付出的东西太重要了 其实对于我来说 可能我什么都不会说 但是我心里会很难受 所以他是知道的 那么为了这个医科人 合议会的话 肯定还是会有大部分的时间 我靠在这边忙 对于我来讲 我只能选择一样 那么我可能尽心开始 偏向一旦 所以最后还是选择了退役 相比杨薇和李小鹏 当时的队长黄旭 是最早回到家乡的老家 在南京的学院 我们见到了曾经的 钻石一代成员黄旭 他退役后在这里担任 体操系副胆 提起黄旭 他并不像杨薇李小鹏那样 但黄旭在当年可是一位多面手 他曾经在双岗中 用挂臂动作格外刻苦 我们管他这样做 也避阿普利 北京奥会后没多久 这个联系参加过 三季奥会的老将 就退役回到家乡 这天清晨 黄旭并没有来到不公室 因为他有一个重要活动 在距离南京两小时车程的金牌室 一场幼儿园体操表演 邀请了黄旭 这仅仅是一场普通的活动 但是黄旭就连续参加了两年 他觉得 以操应该是快乐 应该是土地在大众的生活当中 在国家队延续出高途 激烈竞争才能选出最优秀的奥运冠军 从国家队退役到省队后 黄旭觉得 培养优秀体操选手 首先要从小培养他们对体操的乐趣 不知道他的想法 能不能在面前的小朋友身上灵验 下咋了 什么下咋 能不能站稳啊 那站稳怎么办 你给我买糖吃 还是我给你买糖吃 你给我买 你给我买糖 那你下满了 你给我买糖 开始我买糖 你给我买糖 你给我买糖 哎呀 哎呀 还又醒 下满了 恭喜你 你自己给自己打个什么 自己给自己打个什么 尬 上鸡 来个什么 来个什么 看 我眼睛真的看 你看 没做什麼 O 馅 uj 自从李小鹏会议,在国家队中,双状成绩不错的是来自四川成都的冯哲,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成绩不错的冯哲就希望参加,但当时国家队优秀人才太多,不太显眼的冯哲没名入省。 2008年,洛选的丰哲在赛场之外观看了北京奥运会。 北京奥运会的体操比赛,被冯哲称之为无可替代的中国体操队,在北京奥运会上创造了中国体操最辉煌的成绩,不仅以零失误夺得男子团体的冠军,并且在男子八个项目中夺取了七枚金牌,被很多人称为钻石一带。 而在当时,即使不能参加奥运会,冯哲也从没有放弃不训练,甚至训练得更加刻苦。 当然希望有一天,奥运会的荣耀可以轮到自己头上。 不知道地方的,今年还要对我,他简儿要做成一个乙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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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乙手一直都要做出行为的事情。 为了完成二月梦想,童哥又坚持了思路,其实类似于赔练的节奋,但他的水平反而越来越高。 随着老队员的退役,他的成绩更加粗粗,很快就夺取了自己比赛的冠军。 这一阵闯着,这样是一个层脚, 比如像科学说的养股, 把这种养股的重力, 对那种重力, 现在有一个重力, 这个重力对方来讲是重宝股, 如果他自己想当然能上的话, 训练的重力可能会踩的。 竞争奥运名单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竞争奥运梦想, 但不断重复的绝练, 文哲有时在训练中, 也会有些逆反之后。 因为那段时间王导老说, 你要练这个练多少功, 心心还老不少说, 你不用练那么多, 其实后来王导就找到了那种方法, 说你是四个文,你不用练, 有一点多高的, 一次往前来也就, 这是吗? 一点, 这比你刻意念, 你刻意念有点, 再有点收紧, 这个事情能够过的, 但有时做得更好一点, 你没有什么。 但我想我自己要上奥运会, 有些东西必须得练, 自己去练的, 回来王导知道, 不用练, 不用练, 其实我知道王导说不用练的, 都是我要练的, 就这种判定。 教练虽然很严厉, 不逢者有时也会捉弄一下教练, 甚至会拿教练开玩笑。 因为以前训练很晚, 这个班车回去班车没有, 王导给了我一块钱, 做公司回去吧, 现在过去, 公司里面阿姨老说, 小伙子要不要跳, 不要撕了, 撕跳吧, 我当时回答过一次, 后来我想, 这个就可以把王导套进去, 反正你天天说我, 我想我是去救王导的, 去王导做网要一救他, 撕跳吧, 我就在那里想。 在南辙的休息日中, 王导最喜欢的活动就是上游玩游戏。 在网上, 很多队友都在一起玩, 其他网友可能不会知道, 在线上的是一支国家队阵容。 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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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不是我带的。 玩这款网游, 是, 玩家需要组成战队。 体操队的队友, 自然都在一个战队里。 和体操比赛一样, 他们也有着共能的目标。 行啦, 我, 我共生的目标, 那就是, 我想去超神, 这就是我们以后的口号了。 宏哲的空闲只有半天, 甚至的半天, 他还会独自去体操馆训练。 2012年4月, 在山东资博举办体操世界杯的单向比赛。 很多国家都派出了优秀的选手参加单向的决筑。 中国体操队也派出了单向选手参加比赛。 在现场获得观众最多掌声的队员叫张成龙。 因为他是山东资博当地人, 这次回到家乡比赛, 无同资场作战。 或许观众并不一定完全看得懂体操的技巧, 以及裁判的评分。 但有了这个家乡人, 自然也就有了较好的对象。 张成龙的家是在多国一栋储通的楼房里。 因为住在一楼, 门口有个小院。 多年以前, 院里不知不觉长出一棵树。 邻居都说这棵树不能挪走, 因为是个好兆头, 是人家里能够的能人。 但是张成龙的国家队之旅可不是那么的顺利。 张成龙九岁理财家, 开始练习体操。 2001年, 十二岁的张成龙就从省队进入了国家队。 但进入国家队后, 训练虽然刻苦, 但因为成绩一般, 没能达到国家最标准。 在2004年雅解奥运会之前, 张成龙的同时退回山东省队。 回到省队的几年中, 张成龙的个子长到了一义其三。 这对体操选手可不算是什么好事。 这使得他的训练水平一直不突突。 张成龙失去了信心, 甚至决定选择退役。 通过这次, 张成龙最努力担任连选择。 张成龙失去了童谦。 张成龙失去了语堂尺。 张成龙失去了此女孩的饮 Klein, 都是严肃啊也很多。 我说这怎么会是什么好事, 招接满车呀, 她这么长得超微波。 因为当时今天大家也是挺像的。 你还吃的花车来掉了那时候, 但是家里相人手的皮肤也好早啊! 转机发生在维交一维机后 当时随第一批老将的飞翼 同时带过李晓鸥的教练陈琴来到山东 准备转发军队员 当时龙的课点记得随时的课 必须把它重新照顾回家 像陈六 陈六 应该是我们的后天了 还在小天 陈六也要回家到陈六 2010年张成龙代表中国参加了在荷兰举办的世界比较大 世纪赛是通向奥运会的接机 无论是观众还是裁判 都可以赴过世纪赛来继续这名周围 我这有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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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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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